大家好,我是小白,很高兴又见到大家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位西方绘画大师达芬奇 达芬奇是西方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或许不用用之一,他就是最著名的那个艺术家 他的作品《蒙娜丽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不过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达芬奇流传下来的作品 现在世界上公认的是达芬奇的作品,一共不足20幅 所以达芬奇的画非常值钱 2017年,加士德纽约,一场拍卖 达芬奇的旧事主拍出了4亿美金的价格 加上5000万美金的佣金,一共是4亿5000万美金 这让他成了有史以来最贵的一幅画作 达芬奇他的全名是列纳多迪瑟皮耶罗达芬奇 这个名字很长啊 当年意大利人的名字呢,含有很多的信息 比如说他是从哪来的,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等等 所以呢,达芬奇的名字翻译过来 就是指的来自芬奇城的皮耶罗先生的儿子,列纳多 所以其实达芬奇准确的名字应该叫列纳多 达芬奇其实是来自芬奇城的意思 不过人们习惯上称呼他为达芬奇 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圣旗的代表人物 他的作品之所以流传下来的这么少 一方面跟他喜欢钻研新的技巧有关 另外一方面也跟他著名的拖延的习惯有关 不过除此以外呢,达芬奇其实不止对艺术有兴趣 他在科学尤其是数学领域也有很多的成就 那么有人说晚年的达芬奇有一次一个宫廷的人 是找他给一个贵妇画像 那达芬奇给拒绝了 因为他当时正忙于工程学的研究 根本无心作画 达芬奇被人们称为典型的Renaissance 那这个字呢,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直接翻译过来 就是文艺复兴人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的意思是指着通才,多才多艺的人 通常呢是在科学和艺术方面 达芬奇早年在佛罗伦萨工作和生活 那十年间他创作了很多很多作品 但是流传下来的几乎没有 达芬奇在这里的生活并不得志 所以1483年的时候他决定前往米兰去寻找更多的机会 到了米兰不久 就有当地的教会找达芬奇定制阎间圣母 那这一幅呢就是现在藏于巴黎卢浮宫的阎间圣母 整个画面显得十分的神秘 它基本的构图呢是三个人物组成的一个稳定有序的三角形 在顶端的人物是圣母 圣母的右手触碰到的是诗席者圣约翰 圣母的左手并没有直接接触到 在他的手的下方是基督 这也是第一次将这三个神圣的人物 安排在山石的背景之上 他们三个笼罩在温暖的光线当中 这幅画在当时很受欢迎 很多同时代的画家都有魔法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 如果你去到伦敦的国家美术馆 你会发现有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作品 原来当年达芬奇在创作阎间圣母的时候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他觉得这幅画的价值应该更高 于是呢他就跟定制这幅画的当地教会 要求加价 但遭到拒绝之后愤怒的达芬奇 就把这幅画卖给了别人 这也是今天藏于巴黎卢浮宫的那一幅眼见圣母 但是几年之后 达芬奇还是给米兰的教会 重新绘制了一幅 这第二幅就是今天藏于 英国的国家美术馆的那一幅眼见圣母 达芬奇随身携带的有一本笔记本 这本笔记本里呢 记载了达芬奇很多在科学 解剖学 工程学 还有艺术方面的研究 由于这本笔记本的内容啊 有些人说达芬奇是未来穿越回那个时代的 比如达芬奇十分热衷于对飞行器的研究 他甚至还设计了一款直升机的模型 只不过这款直升机从来没有被制造出来 更为有趣的是在这个笔记本当中图表的旁边有很多文字记载 那这些文字呢都是达芬奇用镜像文字写成的 也就是用左手反写 达芬奇保持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 所以今天一个普通人如果想阅读达芬奇的手稿的话 需要拿着一面镜子对着他的手稿才能够准确地阅读出来 达芬奇在米兰最重要的成就 当属他创作的一幅关于最后的晚餐的大壁画 那这幅作品呢反映了达芬奇的一个理念 就是他认为人的表情、姿势还有动作 能够反馈出人的内心活动 这幅画呢主要描述的是 耶稣和他的十二门徒在一起 共进最后一次晚餐 在晚餐中耶稣宣布 他的一个门徒将会出卖他 十二门徒闻听此言 有的激动、有的震惊 有的愤怒、有的不安、有的害怕 他们每一个人的表情、姿势、动作 还有眼神都各不相同 而达芬奇将这一切都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 达芬奇的这一幅画呢也是他的一个创新的失败的例子 那在创作这幅大壁画的时候 达芬奇没有采用当时传统的湿壁画的技法 而是采用了淡彩和油彩结合的颜料 直接在干石膏上绘制 湿壁画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颜料和墙壁能够结合在一起 得以长期保存下来 而达芬奇的这部壁画 甚至在绘制的过程中 就有部分开始颜料脱落需要补充 那完成之后更是不断的需要修复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其实大部分都是后人修复的结果 1499年 由于法国入侵米兰 达芬奇离开了米兰 回到了佛罗伦萨 那在此期间 达芬奇正在研究人的面部表情的神秘性 他想要通过阅读人们的表情和姿势 来了解人的内心世界 那在此期间 达芬奇为佛罗伦萨的一位贵妇 创作的肖像画蒙娜丽莎 就以其表情的神秘性而闻名于世界 这幅画当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找不到明显的线条 尤其是在人物的面部 轮廓变得模糊圆润 非常的有立体性 另外对于背景的处理 也不只是近大远小 还包含了色彩和清晰度的变化 越远处的风景 它的线条 它的轮廓就越模糊 它的色彩就越暗淡 那蒙娜丽莎大概是世界上被观摩 研究 引用最多的一幅作品 但是也有人说 蒙娜丽莎世界第一名画的头衔 赞绿 名不复识 不过不管怎样 在卢浮宫 每天在蒙娜丽莎的画前 人山人海的景象 正向我们揭示着这幅画受欢迎的程度 出于某种原因 达芬奇 绘制的蒙娜丽莎并没有交到佛罗伦萨的贵妇和她家人的手中 达芬奇一直将她保存在身边 并且成为自己的最爱 时不时的还要修复和补充这幅画 晚年的达芬奇受到法国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请 住在巴黎附近的一处城堡里 前往法国时 达芬奇也带着这幅画 达芬奇死后 法国的国王收购了蒙娜丽莎 一开始呢 是放在丰丹白鹿宫 法国大革命之后 被转移到了卢浮宫 蒙娜丽莎这幅画还曾经失窃过 1911年 一位卢浮宫的雇员 盗走了这幅画 他坚信蒙娜丽莎应该属于意大利 直到两年之后 在他打算出手将这幅画卖掉的时候 警察才逮捕了他 蒙娜丽莎也得以回归法国 其实不仅这幅画在法国 达芬奇之后也再也没有返回意大利 而是长眠于法国 那达芬奇和当初邀请他 去往法国的法国国王 弗朗索瓦一世成了好朋友 甚至还有艺术作品描绘 达芬奇死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怀中 这个场景是否有在历史上 真实出现过我们无从考证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今天我们可以在法国 找到达芬奇的目 达芬奇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今后一起了解更多的西方绘画大师 我们下车做了解更多的西方绘画大师